给 什么呀 给你临时住的房子的钥匙 我一个朋友的 他空着反正也不住 你就暂时先去住 等他要了呢你再搬 那 多少钱一个月啊 不要钱 白住 喂 你最近搞什么名堂啊 什么人这么帮你啊 借钱也白借 房子也白住 还 还给我介绍工作 就是工作上的朋友 他们业务上求助于我们公司 就巴结我 怎么都巴结成这样了 现在不都这样吗 那 那你到时候 跟人家业务做不成 那这么大的人情 你怎么还啊 你放心啊 我这个属于 业务上面熟悉以后呢 产生的私人感情 不会影响工作的 那是男的女的啊 男的 一个男的 对你这么用心这么霸解你 肯定没安好心 这房子我不能住 姐 那你说有这么一个男的啊 对我这种又没有能力又不骗烂的女孩动心了 那我是不是应该马上迅速地装云打铺到她的怀里啊 否则过了这个村就没这店了 喂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你以后小贝知道了 有你好看的 那小贝又是我什么人呢 我也没跟她结婚 我有必要对她负责吗 你现在怎么这样 脑子里想什么呢 这马上就要结婚的人了 要好好过日子听见没有 结婚又怎么样 那不就是自觉坟墓在埋葬爱情啊 是你说的呀 那爱情和房子相比呢 你觉得房子更重要 房子可以装你的身体 那我那是计划 结婚又怎么样 那不就是自觉坟墓在埋葬爱情啊 是你说的呀 那爱情和房子相比呢 你觉得房子更重要 房子可以装你的身体 那我那是计划 你怎么就听进去了呢 我警告你啊 别玩火自焚 跟人赶紧把关系断了 一个人一辈子 能找一个相爱的人多不容易啊 你要珍惜小贝 那你还珍惜跟素淳的感情吗 你觉得现在的生活 是你想要的吗 过海早 你在拿我的毛抽我的盾 我辩不过你 我也知道现实是现实 行 我不跟你说这么多 好吧 你只要告诉我 你打算跟这个人混多久 还有 以后你怎么跟小贝相处 我都跟你说了 我跟他 我们就是普通朋友 小贝依旧是我的最爱 而且他也不会知道的 不会知道什么 你就做吧你 赶紧跟人把关系断了 听见没有 我才不希望 你被什么临时一套房子 给牵制住 他不会牵制我的 我已经是成人了 我会处理我自己的事情 我跟你说 这个房子地段很好 离你那个老外学生也很近 少妈这个诱惑 先把关系断了 我真的警告你 你让小贝知道了 看你以后怎么办 真的有你好看的 你就让我为你做点事情吧 空姐 这也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我以后再慢慢地跟你解释 你不就住半年吗 好 那等你新房子下来了 马上就搬 什么不就半年 半天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那万一就结 我也没有什么别的能力了 我能为你做的就只有这些了 把钥匙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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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别弄坏了 就吃饺吧 好 我是老黄 这房子没有五百万拿不下来 厨房够大的 这么大的冰箱呢 这房子是好 拿了衣服就过来住了 喝 干嘛呢 给你做没事 来 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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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傻的 我说 你不觉得最近还早有问题啊 你真打算搬过来住啊 可我觉得自己租房子心里都踏实 我已经问过他了 他的事啊 我管不了了 他也不是小孩子了 现在说起话来呢 是一套又一套的 比我还有主意 最近还早可是能力通天 肯定有问题 你钱都拿人家的了 房子住两天又害怕了 这房子这事我是这么想的 反正又不是住一辈子 等过完春节 咱们找到合适的就搬 而且还早吧 他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我要不领他这个情 实在说不过去 另外 我还有一个想法 我想过年的时候 把爸爸妈妈和然然接过来住两天 啊 啊什么 你这辈子 买得起这么好的房子给他们住吗 住两天算两天吧 老婆 这可是人家的房子 一下住这么多人 再说然然又是调皮捣蛋 容易惹祸的年龄 万一要把人什么东西弄坏了 拿什么陪人家 你不会小心看着一点 你不也看了吗 那外边那么大的游泳池 还是温水的 还有什么图书馆啊 游乐场 他肯定在家待不住 就住到春节 过晚年怎么就办 亲爱的 吃饭了啊 快点过来 我做了红烧肉了 快点 来了来了来了 吃什么 红烧 快 红烧肉呢 快点忙活着 你洗手了吗 没有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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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手去 去 我怎么一步 都掉了 掉了掉了 我掉了我 都掉了呢 你快点 别放 干嘛 掉了我吃了 快点 我不打 你咋的 我不打 前一天 海藻如贵妇般 穿梭于某个酒吧会馆 而第二天 又一身粗布 在厨房里做饭 他觉得自己 有爱德华大夫里 格里高利派克 那样的双重人格 你真好看 让我闻你吧 小贝呢 依旧沉浸在与海藻的两人世界上 他会拉着海藻去光菜场 或者在家附近乱转 星期日如果有空 两人就去郊外运动野游 穷开心 继继继续 我现在也不会伤害你了 同学家人 同学家人 我们在小贝 然后 Corey 这上次我怎么不关门啊 不有幽灵症 快说了 这一家人没外人 老宋 你过来帮帮忙 给我勒一下 别勒他了 难受不难受啊 你年纪大了不都这样 就一个二十岁的小姑娘呢 我累 腰什么都没了 女人老呢 我真伤感 没事的 反正大家一起老谁都不嫌谁 啊 你